自然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时时保持你心里面的柔和 显现在你的眼神上 就会柔和吗 所以我们在看相的人 知道眉毛看兄弟 枕头看钱财 眼睛观智慧 耳朵看瘦 下巴看奴虎 看你的这个人员 就看下巴 人员好的话 你下巴会比较严 人员不好的话 你下巴就尖 到哪里都要碰钉子 不是你去碰人家 定人家 就是人家定你 就是互相定来定去 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敲过来 那个敲过去 这个焦头难耳 那你将来有颅谱的话 你有很多人会随从你 下巴是圆 那么将来有才 你准头是圆 你有智慧 你眼睛自然 闪出来的光 就是智慧的光 那个眼睛的形状 你就是有智慧的 不会像那个呆头呆脑 那个呆头额 对不对 那眉毛就看兄弟 这个眼尾就看夫妻 眼睛尾就这边是夫妻 要看颜色的 你看像的就这个样子 其实一切的形象 都是我们自己本身造出来的 那是怎么造出来的 就是你意念去造出来的 你的想念去造出来的 那么你今天天色身 就是靠你这样子去意念 你时时意念 这个天你的形状 将来你就变天你的 你意念天神的形状 将来就是变天神 我们这个念佛里面有讲 念佛 你要一心念佛 还要一心去观佛 这个叫观相念佛 那你观相念佛 你观这个阿弥陀佛的形象 那么你念佛 这个你能够成 也是一种天色身的修行 一样的 这里面有提到 第二十三页 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 真实光明师 淫 诸修密咒行者 当修念佛 当之西修随念如来色身 即法性故 又云 安住一切如来中央 以彼色词 以法身理 即色身体 以彼既无异故 乃至智能现见 应当修习 那这一段经文 这个讲得很好 你虽然是修密 密咒的 但是你也要念佛 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你念咒啊 是在修法身 你念佛啊 是在修如来的色身 念佛 是在修如来的色身 你当你念佛的时候 要想佛的形象 就是在修如来的色身 你在念咒的时候 就是在修如来的法身 咒本身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翻的 甚至于你不要想它的意义 你只是用它的声音出来 甚至于你无念之中啊 你没有念它 但是你用心念 没有声音的 这是在修空性 念佛要念初身的 要观想佛的形象的 这不是在修佛的色身吗 修如来的色身吗 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 这个你自己要安住一切如来中央 就是进入如来的心中啊 法身的道理跟色身的身体 都是重要的 是没有分别 这里面讲 不管你是 法身的 或者是你的色身 在佛法里面 应该讲起来 是无意的 没有什么分别 应当修行 应当要修炼 所以我认为佛教啊 不是唯心论 应该是心物合一论 心跟物 就是无形的跟有形 一起 都应该要修行 这里面呢 这个佛密论诗 第23页第二段 如佛密论诗 大日经书营 此中有相无相两种次第 有清静非清静 二身差别门中 显示两种天生自性 其清静者为法身无相 三摩地自性 四无相肢体性 非清静者为偏激色自性 诸正等结缘满受用变化身相 由于众生显现真上 立为显色形色体性 此显随顺二身形象修习 两种瑜伽 四行两不相同 其实这一段主要的在讲 这个法身是清静的 那么色身是不清静的 那么法身是无相的 色身是有相的 那么清静的呢 就叫做法身无相 三摩地自性 那不清静的呢 就叫做偏激色自性 诸正等结缘满受用变化身相 其实这两种都要修的 这一段文字啊 都是在讲 法身色身都要修 那么在讲 这个天仪家的 这个修行也要修 那么你修这个天仪家 就等于是在修这个 佛仪家是一样的 你加上空性 就变成如来仪家 那么如来仪家 加上天仪家 就是很快的能够成就 这个一般在佛法里面 只有密教才有 一般的佛教里面 只有密教才有这样子 所以跟波罗密多城 有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那么中哥巴祖师啊 他就把这个 讨论天仪家的事情啊 就广大 这个天色身的事情 特别的讲解 很清楚 把以前古代的这个修行的这个 大论家 大师啊 他们所谈到 全部列挤在这些书中 他意思是要证明啊 不可以舍了天仪家 你假如舍了天仪家的话 你的修行啊 要经过很长久很长久的时间 才能够成佛 但是你假如由这个设身 然后修这个天仪家 然后再加上空性 就能够很快成佛 这是可以讲 这是中哥巴祖师 他主要的这个意识 就是在这里 所以他在最后一段啊 第24页 最后一段 他有这样子写